《以西结书》第十章 我观看见基督伯头顶以上的穷仓 有好像蓝宝石宝座的形状显现出来 主对那身穿细麻布衣服的人说 你进到基督伯以下的轮子之间那里去 从基督伯之间用两手盆满火炭 然后把他们撒在城上 他就在我眼前进去了 那人进去的时候 基督伯站在殿的右边 云彩充满了内院 耶和华的荣耀从基督伯上面 升到殿的门槛那里 殿里充满了云彩 院子也充满了耶和华荣耀的光辉 基督伯的翅膀发出了声音 在外院也可以听到 好像全能的神说话的声音 他吩咐那身穿细麻布衣服的人说 你要从轮子之间 就是从基督伯之间取火 那人就进去 站在一个轮子的旁边 有一个基督伯从众基督伯之间 伸手到他们中间的火那里去 取了些火 放在那身穿细麻布衣服的人手中 那人拿了火就出去了 在那些基督伯的翅膀下面 可以看见人手的形状 我观看 见众基督伯旁边 有四个轮子 每一个基督伯旁边 都有一个轮子 轮子的样子 好像闪耀的水仓玉 四个轮子的样子 都是一个形状 好像轮子套着轮子 轮子可以向四方移动 移动的时候 不必转向 基督伯面向哪一个方向走 他们就跟着移动 移动的时候 不必转向 基督伯的全身 背 手 和翅膀 以及那些轮子 都布满了眼睛 四个基督伯的轮子 都是这样 至于那些轮子 我听见他们称为 旋转的轮子 每一个基督伯 各有四个脸孔 第一是基督伯的脸孔 第二是人的脸孔 第三是狮子的脸孔 第四是鹰的脸孔 后来基督伯也升起 这些就是我在加巴鲁河边 所看见的活物 基督伯移动的时候 轮子也在他们旁边移动 基督伯展开翅膀 飞离地面的时候 轮子也不离开他们 他们站着不动 轮子也不动 他们升起的时候 轮子也与他们一同上升 因为活物的灵 是在轮子里面 以后 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店的门槛 停在基督伯上面 基督伯离开的时候 他们在我眼前展开翅膀 飞离地面 轮子也与他们一起 他们停在耶和华店的东门口 在他们上面 有以色列神的荣耀 这些是我在加巴鲁河边 所看见 在以色列神荣耀下面的活物 我就知道 他们是基督伯 四个基督伯 各有四个脸孔 四个翅膀 在翅膀下面 有人手的形状 至于他们脸孔的形状 就像我从前 在加巴鲁河边 所看见的一样 他们每个 都是朝着脸孔的方向行走 欧洲